基隆市长谢果良在接受媒体联访时表示 政党要永续经营 绝对不能忽略关心年轻族群 在这次大选当中 他就观察到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 一定要去学习与落实 我们那天在民众党的造势当晚 有一位国小六年级的学童到失踪 家长找不他 我们很紧张 我那天晚上跟警察局长一直去沟通 务必要赶快找出这个孩童的下落 国小六年级生 因为前一阵我们也发生过 我们有一些长者在外冬天 就发生了不幸的事件 我们非常的紧张 后来晚上十点多他报回来了 就是说他终于回家了 因为这个国小六年级生 跑去参加柯文哲的造势场合 因而他家人找不到他 国小六年级生 所以我要回答你这个问题就是说 我也搞不太清楚 为什么他们就是有一些小朋友 就是这么的一个好像投入了 那这个是我个人是这样 我看到觉得有蛮厉害的我就会学习一下 但我学习会的那就是我们的 所以我觉得国民党应该还是要去思考学习 党务上也要往这个方向去改革 就是说如何更去思考 怎么去争取年轻人 我想这个不是任何人的专利 这个是你要怎么做的问题 所以我讲这个国小六年级生 你们之前不知道 我跟你们分享 我那天很紧张 后来十点多早回来 我那天晚上从八点到十点 我跟张苏德去通了几次电话 我小六年级生跑去参加 他自己去吗 他是自己去的 所以他爸妈找不到 他爸妈报警了 然后就是我们这狂早 最后去参加柯文哲 就是在国民党的造势场 那我讲这些东西 就是让我有一个感受 就是说那我觉得 应该还是有一些 我们必须要去思考跟学习的地方 所以我跟你分享一下 这份是在地移情 年轻人对于政党的认同 来自于具体的政策跟愿景 到底有没有打动年轻人的心 让年轻人在台湾生活 有希望 有思想 有认同 才会有支持的力量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